欢迎各位来到中央研究院院区开放主题演讲活动 AI交响曲 音乐 语言 哲学 为了今天的演讲 我们邀请了几位远道而来的重量级贵宾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大家好 我是莫扎特 大家好 我是玛丽 斯科沃多夫斯卡 居里 大家好 很荣幸今天来到这里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怎么台下聚集这么多人 今天是中研院 一年一度的院区开放 我们现在就在主题演讲的会场凹 苏格拉底先生果然什么都知道 不像我 只懂得作曲 我只是刚刚问了台下的工作人员 苏格拉底先生真是幽默 话说回来 第四幅画框的主角是谁呢 怎么还没现身 我也很好奇呢 但工作人员说是最高机密 不知道谁能来帮我解答 哈喽 大家好 我来了 我是中研院院长 我是中研院院长 廖俊志 欢迎大家来到中研究院 一年一度的院区开放 现在我们大家在的是主题演讲的所在地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当红的AI 人工智慧 我们要从音乐 语言 哲学三个面向 来认识 AI 与我们的关系 这次我们特别穿越时空 邀请左边这三位贵宾跟我们一起主持 首先 第一题我们谈的是音乐 我们邀请到音乐神童莫达特 神童什么的头衔 还是别提了吧 老莫 怎么了 看你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啊 院长 你不知道 小时候王公贵族们超级喜欢我 但是长大以后失去神童光环 现在穿越来到你们的世界 又听说不久的将来 会有很多强劲的AI乐手出现 甚至可能作曲比我还棒 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老莫 你先别担心 我帮你介绍一位苏黎老师 他可以教你AI 让你可以用AI跟现代的音乐家竞争 苏黎老师的AI模型可以深层乐曲 还能够创造出虚拟音乐家 提供你的伴奏 说不定还可以帮助你哦 想想看 莫达特联手AI将再度席卷天下 不敢相信 你们这个时代科技已经太进步了 这样子不管是小夜曲 还是交响曲 连后世比我年轻的贝多芬 都不能跟我别了 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第一位讲者中文院资讯所的 苏黎老师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早安 非常感谢院长的介绍 也感谢我们三位穿越时空的嘉宾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 音乐人工智慧 面面观 我是资讯所的苏黎 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 身为一个音乐人工智慧的研究者 很多人问我 当人工智慧能够产生音乐内容的时候 你会问我会问 我们老莫也想问这个问题 音乐家会被取代吗 我常说在我们担心这件事之前 我们可以想一想 假如莫达特的年代 已经有音乐人工智慧 各项的技术了 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会不会说 其实在他那个时代 在他这个小时候 就是在欧洲周游列国 巡回演出之前 其实整个欧洲的贵族 已经都在听他的音乐了 就像我们现在 有很多现上的串流平台 他提供很多 比你更你喜欢什么音乐的串流服务 他非常的了解你 那使得你每天都使用这样的平台去聆听他 那甚至 假如莫达特的时代有真功智慧 我们从这个 我们知道莫达特一生中 大概创作了八百多首 登记在案的曲子 他有没有可能使用真功智慧 可以帮助他创作出更多 而且更有创意的这个曲子呢 目前线上有很多这样子的平台 提供你可以给他灵感 然后他可以帮你做一些组合 甚至可以用你之前做过的一些曲子 帮你做训练 然后生成新的属于你自己的风格的曲子 或者他还可以 比如说我创作了好多首曲子 其实我可能之前创作什么 我自己也忘记了 那我要想一下 我之前的某一个idea 我是用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什么很方便的方法 你可以横一段旋律 你就可以搜寻到那一首曲子 这个是以声音进行音乐搜寻的服务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人工智慧有蛮多的应用 其实都是在帮助很多的音乐家 使得他们的创作更便利 那也帮助我们聆听音乐的一般人 可以更方便的享受他们的作品 所以音乐人工智慧的目标 在取代音乐家以外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 我们想要研发 能够理解音乐 创作音乐 把音乐连接到 其他多媒体工具的这些工具 那么一方面辅助专业音乐家的工作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长远的 可以想说 你我可能都可以是一个莫扎特 可以降低音乐创作的门槛 普及于大众 所以这一次演讲 希望我就选出两个 我们蛮有兴趣的课题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说 这些技术是怎么做的 从一个科普的角度来跟大家讲说 这一些技术它背后的秘密 以及我们怎么把它实现 今天选的这两个题目分别是 虚拟音乐家 就是从音乐的录音 直接去生成演奏者的肢体动作 而第二个则是自动生成音乐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肢体动作生成的技术呢 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能都有玩过 类似这样子的这种工具 对 就是其实上面 这一个很可爱的角色 它的表情 其实是我的表情 那目前有很多这种 即时的脸部跟动作侦测的技术 它可以把你脸上面的 我们讲这种land mark 它的关键点 然后还有肢体的关键点 即时的抓出来 然后去驱动一场动画 好 那这样子的工具 已经很常见了 那我们就在问说 那我想要让它拉小提琴 我想要让它跳舞 我有没有办法做到呢 其实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我做的 然后我不会拉小提琴 我也不会跳舞 对 所以我做不出这样子的动作 对 我做不出这样子的动作 那怎么办呢 我们想的事情就是 有没有办法直接训练一个AI模型 直接从音乐去生成它 那要做到这件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做的 好 首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所有的这个AI的系统 它都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做训练资料 就是我们需要的训练资料 然后这个训练资料呢 它必须包含两块 第一块 以我们的问题来讲 我们希望有这个音乐讯号的部分 然后另一块呢 我们想要这个模型做什么 我们想要这个模型做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希望可以让它生成动作嘛 那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样子的资料上面呢 去做所谓的标注 去include the info的资讯 暗选啊 这些换工的资讯 那以及呢 我们必须要去录制这种非常高品质的 我们把它叫做肢体动作追踪的这一些资讯 这一些资讯就都是我们的人工智慧模型 要去学的这一些东西 我们要让我们的音乐的讯号 音乐讯号透过讯号处理 所算出来的这一些 有关于物理上的这些基因啊 泛因啊 这可能大家在这个国高中物理 有学过的这一些概念 这一些资讯呢 希望可以一一的对应到 比如说右手的这个换工点 然后这个左手的这个 左手的这个执法啊 这个暗选等等的模型 乃至于我们可以分析 这一首音乐的激昂程度 然后去调整整个身体的大动作 那这样 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去训练这个模型 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资料 事实上呢 我们的模型呢 使用了好几个小时的 这个真实人类的音乐演奏资料 包含他们的声音的部分 以及呢 我们花时间把这一些 所有的音符 这些换工点 还有这些motion capture的资料 一起拿进去训练 得到的结果 那这里呢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们实验室 之前指导 两个非常优秀的高中生 他们的科展题目 以类神经网路 生成这个小提琴演奏者的骨架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那在这边 右上角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拉走 对不对 那在这个左下角的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模型自动生成的骨架 那可能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骨架的这个肢体动作 它说是有跟这个音乐 它是差不多符合的 那其实呢 它跟这个真正 也有蛮大的这个相似度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这样子的骨架资讯 来去套到 我们一个已经写定的 这个我们这个角色的这个Avertime 然后去把这个动画 自动生出来 那这样子就做到了 我们前面所说的 直接从音乐 就好像是一个AI的导演 AI的专业演员一样 他只要给他音乐 他就可以把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做出来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一个部分 就是自己动作生成的技术 的这个解说 好 那我们就很快进到第二个部分 就是音乐自动生成这一块 好 那讲到音乐自动生成就是 我们来讲自动作曲 那怎么样自动作曲 我们要如何叫电脑自动作曲呢 其实我们先来听一段 这一段我们模型做出来的东西 这一段音乐的段落 它是原知原味 由我们实验室训练出来的模型所生出来 一个音都没有改 一个音都没有改 那大家听起来就是 好像真的煞有其事 好像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曲子 这样子 其实这个模型它是训练在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上面 它的训练资料其实就是贝多芬所有钢琴奏鸣曲的作品 大概一百多万个音这样子 那由这样子的资料去训练出来 那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其实刚刚要是可能 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比较熟的朋友 可能就会抓到一些问题 对 就是它可能有一些致敬的部分 对 有一些致敬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所有的 这个音乐自动作曲的工具 我们都会发现的状况 所以其实你要叫AI作曲 它做的事情 可能跟我们人类在学作曲 可能也是差不多的 自动创作其实它一定要始于从模仿开始 为什么 因为一样 我们在训练一个自动作曲的模型 我们一样需要 这个是所有的人工智慧系统都需要的东西 就是已经有的人类作曲的资料 那所以呢 我们要收集这些资料 那在这里呢 我们所需要做的标注 可能就更细了 我们可能感兴趣它的调性拍号 感兴趣它的和弦名称 这个力度的符号 那每一个音的音高符字 然后以及它所在的拍子的位置 那甚至于小杰的这个标注 乐句的标注 我们要先把它整理好 然后把这些资讯呢 通通都丢到这个我们的模型里面去学 而且呢 我们现在还更流行的 可能会想要使用一个乐曲描述 一段文字 然后透过类似TrackGPT的模型 去辅助它的训练 那我们训练的机制是什么 我们人类怎么模仿的呢 其实就是在做所谓的接融 音符接融的部分 那音符接融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我们给这个模型 一段音 然后我们请它猜下一个音是什么 我们请它猜下一个音是什么 怎么做呢 好 比如说这样子 我们取了一个很有名的儿歌 好 这个小猩猩这样子 然后呢把它变成我们的资料序列 然后 ド ド 收 收 拉 拉 收 下一个音是什么 发 好 我们就要教这个模型 下一个音是发 那假如模型猜对了 啊 很好 那我们这个就是它新生出来的下一个音 那 然后再生下一个音呢 ド ド 收 收 拉 拉 收 发 然后下一个音是什么呢 诶 还是发 还是发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把它再生出来的这个音 再当做我新的这个input 然后去持续的去做训练 那反复的 大家可以想象中 世界上有这么多曲子这么多个音 你就让机器学习那么多的东西 那最后它就变成一个 能够作曲的音乐夹了 好 那最后最后就是来给大家听一下就是 我们使用我们这个模型 来做所谓的风格转换 那简单说呢 我们就是使用刚刚的这一个流程 把一首曲子当作输入 但是我们训练的那个模型是训练什么 训练在爵士乐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模型 它是被训练成很懂得爵士乐 你要怎么做音符接龙 要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一样就输入这个 对 就是我们莫扎特最有名的这个 小星星辩奏曲的这个主题的这一个旋律 好 那我们就来看说 我们把这样子的旋律输入到一个爵士乐的模型 我们可以来做什么样有创意的音乐风格转换 我们来听一下 OK 对 所以这就完成了一个我们这个音乐的风格转换的模型 好 是不是很有趣呢 那我们一样可以用相类似的方式 来去做各种各样改变音乐风格 模仿特定风格 甚至是完全创造出新的曲子的这些工具 好 那今天的这个介绍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好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刚刚苏伊老师教我们重新体验小星星 这我看台上这位女士 是不是忍不住想高歌一曲 请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玛丽 斯科沃多夫斯卡 居里 唱歌实在不是我的强项 但我一生热爱科学研究 我钻研放射性理论 和居里先生一起在1898年 发现波和雷两种新元素 我相信人类有将梦想化为现实的无限可能 欢迎玛丽斯科沃多夫斯卡 居里 您不但发现了新的元素 而且发明治疗肿瘤的放射性技术 这拯救了不知道多少人的性命 到现在我们都还在使用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下一位讲者 据说是你的大迷妹 真的吗 原来这个时代还有我的粉丝 哎呀 我穿越时空 却没办法穿过荧幕 跟他握握手 真是可惜 他也是一位科学家嘛 是的 他是一位研究语言模型 与AI的专家 哇 已经是我难以想象的科技了 好想赶快见见他本人 好 那现在就让我们欢迎 中研院资讯所古伦维研究员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中央研究院资讯科学所的古伦维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 能够跟大家介绍 跟语言模型相关的一些小知识 然后呢 我们等一下也会来看到 中研院用语言模型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兴奋 你看我走路都在抖 我竟然是被我自己的偶像介绍上台的 我记得小时候啊 家里啊 没有很多本书 然后我有一本居里夫人传 以前叫做居里夫人传 然后呢 那本书我看了好多遍 所以呢 我觉得心目中 女性的科学家 就是像是那个样子 非常的兴奋 那今天呢 很高兴呢 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随时随地 谈天说地 AI语言模型 请助你畅所欲言 好的 那我的研究领域呢 主要是自然语言处理 那自然语言处理是处理什么呢 就是处理文字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AI的领域 有三大资料需要处理 包括说文字、音乐、声音、还有影像 那刚才音乐的部分呢 已经由我们苏黎老师介绍过了 然后我现在就要来介绍 关于文字的部分 那每次在演讲的时候啊 接在这个三大主轴的音乐 跟图像、影像的后面 我都会觉得很紧张 因为我们文字啊 的这个很多都没有怎么动画音乐啊 然后就会觉得 这个演讲是不是内容 就是没有那么吸引人 所以我今天请到了很多的助手 来帮忙我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 好 那我们先来谈谈 语言模型是什么东西 刚刚苏黎老师 已经有跟大家透露了一点点 好 那语言模型呢 大家现在听到最多的 就是所谓的大型语言模型 是ChatGVT 对不对 好 那可是大家在听到 这个介绍的时候 都听到哦 这是个大型语言模型 大型语言模型 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到底什么是语言模型 我们用数学的方法去解释的话 就是模型就是用数学的公式 还有一些规律来探讨 语言运作的方式 但是讲完之后还是有听没有懂 所以呢我们先用一句话 就来总结什么是语言模型 语言模型的功能就是拆下一个字 拆下一个字 那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哦 我怎么样在平常跟大家沟通的过程中 使用语言的过程中 为什么拆下一个字就有用 诶 我们平常在讲话的时候 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接着讲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下一个字 永远都知道我要讲什么 哇 我是一个非常会讲话的人 而且说讲的都是最正确的那个字 那如果我又能够猜到对方 下一个字在讲什么 哇 这个功力就更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整个沟通语言的过程 就会非常的顺畅 那我们刚刚想到当才 苏黎老师介绍的音乐模型也是一样啊 中间如果使用了一个语言模型的话 那我就可以猜到下一个音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依照前面 我得到的资讯来猜下一个字 这就是语言模型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来让大家练习一下 第一题 中央研究 第二题 院区开 第三题 名侦探科 诶 好像有不一样的答案 好 那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现象就可以告诉我们 语言模型的整个行为是什么 好 你看前面的两个大家都非常的确定 所以表示什么 是没有怀疑的空间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 语言模型如果有一些要填的字 我可能会填这个也好 填那个也好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到底要填哪一个 才是现在这个状况最适合的 那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常说语言模型就是一个 猜新的过程 你能够猜到在现在这个状态下 要用哪个字 这就是最棒的语言模型 好 所以你在跟ChairGPT 或者是这种大型语言模型 互动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 他互动回应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也就是表示 他真的知道你的问题 后面应该要接上什么样的字 OK 那这里也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语言模型 都训练得很好 大家都是一个很棒的语言模型 那我们接下来就希望人 也可以用这样子的语言模型 来做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相信大家应该 有用过ChairGPT的 请举手 好多人举手 好那下一个问题 有用ChairGPT写作业的同学 请举手 好多人都举手了 对不对 大家不用担心 用ChairGPT写作业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但是 你要为你自己产生出来的内容负责 对不对 你生出来的东西 你要经过检查 你要觉得它是不是都是对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是要带给大家的是 AI模型 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正确的模型 我们不能期待它永远 都会给我们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们在看使用AI模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自己要小心 自己要检查 OK 然后我们才是那个负责的人 那我们在用ChairGPT 大家用一些很简单的功能 包括说问问题聊天 那第三个我常用的就是翻译 它的翻译效果其实也是很棒的 那第四个写文章 大家有没有用ChairGPT写过文章呢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技巧 如果你今天用ChairGPT写功课 然后老师叫你写作文 然后你就叫他写了一篇 然后交出去 你的分数一定很低的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已经听到很多人都在讲 老师很容易抓出 谁用ChairGPT写的作文 为什么 我们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在手机上装这个 现在有这个APP ChairGPT的APP 我们看一下 其实蛮好使用的 你如果点进去 你就可以跟他聊天啊 比如说聊天第一个功能 Hello 他就会回复你 然后呢 下一个功能 我跟他说 你今天好吗 聊天 如果你没有人聊天的话可以啦 聊天 那但是他说我没有情感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呢 也展示了给我们看说 目前的大型语文模型 其实呢 他们都会管控一些 关于主观资讯上的这个回复 因为怕后面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这个也是跟我们现在很非常重要的 人工智慧的法规 还有伦理相关的议题都相当的相关 那下一个你可以问他问题 我要怎么长高 那到了中研院的话 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要怎么样可以变聪明 好 你问他的话 他也会回答你 提高智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喔 所以同学们不能偷懒喔 OK 好的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呢 那我刚刚讲写文章的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回家跟他说 请帮我写一篇我的志愿的作文 我们小时候不是都要写吗 我的志愿 好 我刚刚试了一下 第一个他跟我说 我的志愿是一个医生 好 那第二个他有话呢 你再问一次 他说我的志愿是一个环保人士 可是呢 重点是他都会说 首先 为什么 然后接着 为什么我要做这样 最后为什么我要做这样 总之 就是我们的起承转合啦 好 这个 有念过比较多古代文学的 就知道 以前被 老师骂都是什么 起承转合的八古文 对不对 所以你很容易会被 老师抓到喔 好 如果你不自己再做一些修改 加入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很重要的 在现在这个年代 就是 人 跟AI的一个协作 互相一起帮忙 让我们的东西变得更棒 OK 那 ChairGPT是最厉害的吗 好 不是 那我今天再介绍 ChairGPT它的上 就是下一个版本 更大的模型 叫做 GPT 4.0 它的模型的大小是 GPT是 ChairGPT的10倍以上 那是不是目前最大最小的 模型呢 好 这个 投影片可能很快就会失效了 因为我们现在模型出现的速度 非常的快 你可能眼睛闭一下 明天起来又有新的模型 所以我们打个问号 但是它是蛮强的模型 那它可以接受影像的输入 什么叫影像的输入呢 我可以给它一张图 然后问它图里面的问题 但是 最近 ChairGPT也开放了这个功能了 只是你要用付费版 所以 如果大家用免费版 就用不到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未来 不管是声音 文字 影像 都可以一起工作 非常快的未来就到来了 那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说 在ChairGPT 或是GPT4.0这个年代 这个 语言模型的能力 已经变得这么厉害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它的功能是什么 最厉害的 我们人最厉害的话就是 可以去跟 比较不厉害的 建议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对不对 好 然后给他一些建议 给他一些帮助 在模型的世界也是这样 我们GPT4.0最厉害的模型 目前在研究上就是拿来 可以评估 比较不厉害的模型 那些模型 谁比较厉害 帮他们打分数 是不是看到有一点点像是 AI自己的世界在运作了呢 有没有 好 所以他其实已经很接近 把模型 当然看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 好 那我们最后 最后要来谈谈 我们中央研究 用语言模型做什么 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随时随地 坦天说地 对不对 所以把它分成工作 还有生活 那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现在中央研究院里面 正在研究的一个叫 中研智慧的语言模型 那这个语言模型 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帮助我们院里面的 所有的同仁 可以非常轻松的工作 好 那首先上面大家看到的 这是除了ChairGPT之外 现在在Google呢 它有另外一个语言模型 跟它一起合作 叫做Bard 所以大家可以搜寻Bard 也可以使用这个语言模型 那你可以问这个 中央研究院资讯服务处的电话 是多少 他可以告诉你 那你可以问他 中央研究院院长的电话是多少 如果你很想跟院长讲话的话 但是他会跟你说 院长没有公开电话号码 然后我们如果是中央研智慧的内部的资料呢 我们是搜寻中央院内部的文件 我们经由这个语言模型 去搜寻内部文件 我们也非常可以找到各种的资讯 但是如果你问中央研究院院长的电话 他还是没有的 他会告诉你 我们的文件没有这个电话 没有这个资讯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确定 院长的电话完全没有泄露 不管是在外面公开的资讯 或者是我们院内的资讯都没有 好的 好 那第二个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个 艺术沉浸式艺术互动系统 我们今天这个系统呢 会在历史文物馆跟大家见面 这是帮助你生活更有乐趣的一个系统 最终就会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解释 而且可以把它做成自己的机会 最终就会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解释 而且可以把它做成自己的机会 那这种设计可以提升观众的艺术体验 而且呢也为艺术家还有策展人提供很有价值的用户数据 还有反馈 好的 那我们看到这里 那先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因为大家等一下可以去试用这个系统 我们这里有两个demo 今天的特别的活动是历史博物馆的文物chat画会 那文物chat画会呢 我先demo给大家看这个龟壳要怎么用 但是我们等一下展览的东西不是龟壳 先demo给大家看这个龟壳怎么用 首先呢我们有一个协议书嘛 你要同意说使用这个系统 那重点是我们还是在强调 AI系统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 所以首先你可以选择你想要跟他聊天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你就可以问他各种的问题 OK 比如说第一题的话呢 你就可以问他怎么补卦 看到龟壳怎么补卦 这是古代人补卦的一个过程 那他就会告诉你这个过程是什么 OK 先把它整理一下这个龟壳 然后要钻孔还要烧 然后再看他的裂痕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补卦的结果 而且每次细节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这就是古代人的生活 OK 那我们看下一个demo 那你也可以问他说呢 这个补卦里面的文字 是什么内容 那他会进行一些处理 这个时间就是他在找寻我们的资料 我要怎么回答比较好 那就会看到说他跟你说 里面补卦的内容是 我寿年 我不齐寿年 古代的语言 就是是不是会有丰收的一年 古代的人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 所以他补卦就去问这样子的事情 OK 好的 那我们今天在史博馆 开放给大家跟他聊天的就是这两个顶 我们的镇馆之宝 牛宫顶跟鹿宫顶 那这两个顶呢 大家可以想象他的各种功能 OK 你可以问他你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问他各种无厘头的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不一定是要那种很严肃的问题 就算你看了说你的这个图案好美 你也可以这样跟他讲你的感想 好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这个 我们有做成刚才影片里面看到的这个明信片 或是书签纪念品限量200份 等一下我们主题演讲结束之后 12点到下午2点可以使用 我们的这个Omiyage的系统 一个语言模型的互动系统 来跟我们的文物互动 并且把这个纪念品带回家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 我们中央研究院使用语言模型 也了解到我们语言模型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古文威老师的演讲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跟AI互动聊天 得到更多的启发 说到启发 那我们就要邀请最会问问题 又会启发别人的苏格拉底苏先生 那我就先来考考这位苏先生 你知道AI是什么吗 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啊 老苏啊 老苏啊 你果然是很有智慧 AI就是人工智慧 用电脑去模拟人类既有的智慧 原来这个世界上 有如此多我不需要的东西 这又太有智慧了 苏格拉底先生 来自古希腊的你可能有所不知 过去人们都靠自己的脑袋思考 现在除了自己的脑袋 还可以靠AI帮助我们思考 我们才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 做到更多的事情 嗯 不过啊 我想告诫21世纪的现代人 幸福的秘密并不在于寻求更多的资源 而是发展知足的快乐 但是如果人类的思考被AI取代 你们不觉得害怕吗 啊 老苏啊 你实在是太有智慧了 我要引用一句赛内卡的名言 我们在想象中受的苦 比在现实中还多 关于AI时代如何自处 让我们现在听听文哲所 黄冠敏所长怎么说 我们欢迎黄冠敏所长 大家好 我是文哲所黄冠敏 今天很高兴能够到这个会场来跟大家分享 我对AI时代的一些非常浅薄的想法 因为前两位的讲者都是技术专家 那我学哲学的没有任何技术方面的深入的知识 都是一些常识 但是呢 我们其实就已经活在AI 环照我们的这个世界 那哲学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帮助大家来思考我们的存在的处境 那我们要发展思想 那在AI的时代呢 就是要跟AI一起去想 AI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之余 我们应该怎么进一步的去想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 在AI时代重塑生命及思想风格 那刚才第一位讲者舒老师 他就已经提到了音乐的风格 最后也还在提这个风格的转换 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就是具体的生命的展现 那这个具体的生命的展现呢 就是跟怎么样用思想有关系 不管这个思想呢 是用在做科学研究 还是在做艺术创作 还是用在服务人群 都有很多部分 那我希望能够呢 在这一个题目底下呢 一方面呢 去看到底AI对我们这个时代呢 产生了什么样的 它能够服务人群 服务我们在现时代的生活 它能做哪些事 但是呢 又接上刚才古老师所提到的 说当这个大型语言模型 跟这个生成式AI出现了之后呢 它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呢 其实有很巨大的影响 那最后呢 我就希望回到 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 我们跟机器的合作 或者是跟AI的合作呢 其实要导向一种 有风格的这个想法 那这种风格呢 其实要回到我们人自己的问题 不是只是依赖这个机器 那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就是我看到一个广告 就是有这个世界冠军泡咖啡给我 我就非常好奇 那我想说这个他怎么泡咖啡给我 就进到店里面 我就问那个店员说 你们这个咖啡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他说你这边有可以选单 那有六位这个泡咖啡的高手 可是呢他们做什么事呢 就是在左边的这个咖啡机上面 他有六个按钮 他有泡咖啡的手法 融在这个咖啡机里面 我一想原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就像刚才这个第一场所讲的一样 就是身体的表现表现在泡咖啡上面 所以呢泡咖啡不是只是把粉倒进去 然后水冲进去而已 他其实有很多细腻的动作 然后还有时间 还有温度的控制等等 那所以呢我就突然想到 这个不需要有这些泡咖啡的高手的人 现身在我的面前 但是呢机器可以记录透过AI的方式 把它的技术记录下来 然后放在机器上面 然后呢等着一个不定时的一个顾客来 这个order来订购 然后呢他就可以泡给我 但是呢你们猜那杯咖啡 有真正冠军泡出来的那么好喝吗 答案是当然会打折扣 那这个折扣呢就是表示 真人泡出来的跟机器泡出来的 那有一些差距 那现在问题就是在这边 就是说懂得喝咖啡的人 就知道这个差距可能很大 为了追求那个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逼近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在锻炼 那但是呢机器做出来的呢只是很像 那不懂得喝咖啡的人呢 他喝吉隆式的咖啡跟 喝这个机器泡出来的咖啡 我说这个AI机器 它不是一般的机器 是AI机器泡出来的咖啡呢可能 不觉得这个差别很大 但是现在的这个AI 它就像刚才舒老师所提到 它可以模拟很多的参数了 它可以把人的这些活动 以及各种能够影响咖啡好不好喝 那些因素都可以放进去 所以我相信这个机器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喝到很像是冠军泡出来的咖啡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写书法 我自己算是一个小小的书法爱好者 我不知道在座的年轻小朋友们 你们对书法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感觉 那有一天呢我看到我认识的一个书法家 他参与了一个活动 就是AI写书法 那我心里面一开始就是很抗拒 我想这个写书法如果叫AI写的话 那要你这个书法家做什么 但是呢他去参与了之后 他就找到了一个 他跟机器可以合作的一个新的创作的方式 所以这个AI写书法 他其实不单单只是模拟过去的书法家写书法 或者现在的书法家写书法 他可以反过来激发这个书法 这个书法家对于书法的那些线条力道 然后写的这个速度快慢节奏等等的一些感受 那所以呢他可以反过来 让这个艺术的创作有一些很新的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出现 那第三个是写文章 我觉得刚才古老师就提到 这个AI他可以帮我们写文章写报告等等 那那个在大学里面 一开始有些学校是会禁止这个用AI写文章 那我里面呢我就引了一个 一个这个但是这不重要 就是说如果我要讲一个故事给高中生 那他会帮我你什么样的大纲 那这个AI都可以做到 然后呢现在我们比较这个常见的应用 就是AI的人脸辨识 那这个在这个中国大陆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那个我曾经这个有跟国外学者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那国外学者就会跟我抱怨 就是通关的时候所有的资讯通通都被收集 那所以呢在AI的人脸辨识上面呢 我们也有看到就是在那个deepfake 身为就是他可以用很多的照片合成 出一个新的照片 但是他其实不属于任何一个实际活着的人 然后另外就是说自动驾驶 那当然是像特斯拉电动车啊等等这些 那他在法令上面的这个制定呢 其实也有很多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这一类的事情 告诉我们就是AI能够做的事情呢 其实不断在扩大当中 那个我的祖母我的爸爸出生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没有想像过 有一种东西呢是一个小盒子 是可以拿来打可以拿来讲话的 现在呢是不只是就是打电话 不只是打电话 他可以做几乎所有的事情 你要叫他印东西 你要叫他这个编写音乐 在一个小小的手机上面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就是AI环绕着人类呢 它同时在帮助人类做很多事情 然后能慢慢的替代一些劳动的工作 那有时候呢是他有些事情呢是比人还更擅长 比如说他的演算的能力 这个非常非常好 像那个马斯克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特斯拉的老板呢 他说我们要控制AI 那那个可是你觉得这个AI会听人类的控制吗 他打的比方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棵树 来告诉你这个人应该怎么做 你会听那棵树讲话吗 不会 为什么 AI讲话的速度或运算做逻辑 这个思考的这个速度 远胜于现在人类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在演算的能力上面 他AI呢是比现有的人更为擅长 那当然问题就会继续衍生 那如果是这样子 在担心人会被AI所取代的这个情况底下 他就会变成是把AI当成是竞争者 那大部分的想法会认为说 AI是个工具啊 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啊 这个200年前发明了汽车 那现在汽车满街跑 我们都没有看到汽车来统治人啊 那AI的情况 是不是跟汽车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这是一种问题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在AI变成国家的 或者不同的国家的技术的时候 不同国家他在拥有AI的技术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进行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竞争 那当然在有战争的这个威胁的情况底下 这个AI就会变成是另外一种问题 不是AI危害人类 是人不同的人利用AI来造成他或有更大的权利 那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更远来说 就是这个AI到底是他拉着人类跑 还是人类是要把它当成是能够驾驭的东西 好 那我希望呢能够谈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当AI这种新技术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个随身的演算 就是在我们的身上戴着这个手表啊等等 他可以随时在演算我们身边的任何东西 那有时候呢他就扩大我们的能力 但是呢我们也可能因此被限缩我们自己的能力 因为太过于依赖这样的工具了 那AI的思考能力就会变成是 我们一方面好像会很期待AI能够思考 那AI能够思考呢能够帮我们解决很多思考上面 碰不到的问题 那这些刚才我们这个古老师跟那个苏老师都已经有谈到了 那这个是在这个Deep Mind 就是这个围棋的这个比赛里面呢 他就赢过人类的高手了 那细节方面我就不多说 那重点在于就是说 当AI被设计的时候呢 他能够模拟人类的很多东西 可是呢逐渐的透过刚才那个能思考这件事情 我们慢慢嗅到一些不同 好像AI能够发展出他自己的思想的可能 AI不只是一般的工具 当他作为能思考的工具的时候呢 他就有可能变成一个 我们说很像是人格的这样的意味 那所以呢当人类的工程师发现 他不太能知道说AI怎么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威胁开始出现了 那所以他要监视或者停止AI的某一些自动的一些发展 那就是要进入掌控 那AI的这个Track GPT的这个模型 刚才古老师有提到我就不多说 那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在问问题问AI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自己跳进去去介入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就是我们用AI的题词里面 那这一种人跟机器的互动问问题 然后接受这个回答 然后再问下一个问题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一种人跟机器的这一种互相的合作 这一种工作的一种方式 那所以我曾经问过AI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想要经营一个丘陵地的农场 那转型为有机农业的这个做法呢 我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他就列了这个好几项要了解有机农业的原则 要做土壤保护要有这个无化学农药跟化肥 要选择适当的作物等等 他能够提供很多 那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要做有机农业 所以有机农业其实是人的一个目标 他可以回答这个没有差异的各种 跟农业有关的问题 可是一旦我们限缩在我有某一个目标的时候 他可以顺着这个目标走 那这个就会比较像是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这一种导向 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跟AI共同合作 能够想一种比较好的合作的方式 那这样子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方式呢 其实是仍然在我们的手中 而不是只是被AI带着走 那我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我们要思考 以人身为度就是刚才舒老师有提到的 就是模拟人的身体的动作 那AI做很多超过人身体能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仍然要回到 以我们人自己的需求的这个角度来想问题 那我就觉得就是说 当AI是以人身人的身体为它的工作范围的时候 这表示呢我们的技术发展不能一味的求进步 必须要检视我们的生活的重心在哪边 然后必须要让这个AI的发展 要成为是人身所能够承受的一种节奏 那这种问答的这种模式 其实是这个要让机器回答我的同时 问的人也要同时被启发 所以问答的这种模式呢 当它是一个人机的关系的时候 也是同样回过来 是能够问人自己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 那所以呢就是说对于各位年轻的世代 那你们这个其实要用AI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怎么问问题 那问得好 以及同时变换不同问题的方式 把问题的细节能够展现出来 这时候呢你就会掌握到这个AI 如何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诀窍 那这个大概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那也就非常谢谢各位 演讲真是太精彩了 苏黎老师的音乐生成技术 不只能模拟音乐家的曲风做音乐 还能演奏 这让我有了源源不绝的灵感 黄冠敏所长在演讲中 点出AI时代的挑战 对现代社会提出深刻反思 我也开始好奇 AI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了 哎呀 你们的收获都比不上我 古伦威研究员不仅是我的大粉丝 还为此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 我真是太感动了 我们非常感谢这三位重量级的贵宾 你们的来到让我们大会增涉不少 也让我们感觉年轻很多 随着主题演讲结束 我们台上这三位远道而来的伟人 也该回到你们各自的年代了 祝你们回程顺利 拜拜 听完三位讲者轻载的演讲 想必台下同学们一定有很多收获 助理老师透过AI虚拟音乐家 向大家展示AI如何小提琴演奏 如何结合小提琴演奏 塑造出真假难辨的自动化展演体验 古伦威老师 带我们了解AI在对话与导览的应用 黄冠敏所长则指出面临AI的时代 我们如何形塑自身思考的方式 现在让我们邀请三位讲者上台 一起进行综合问答 请想提出问题的同学 可以直接打开桌上的麦克风 举手 我们会让你发问 请三位老师上台 好 有哪一位同学听众想发言 想问问题 来 另一位先 不好意思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苏黎教授 就是我看到你利用AI的训练 来训练你的 训练模式 然后来训练你的AI 参成这些音乐 那请问这样的AI训练模型 是否可以实际来训练人类 也就是这样的逻辑 是否可以真的来训练人类 还是我训练AI 其实就只能利用 比如说大数据的模式 那训练人类就变成是 人类就是要不断地去被捕 去忌捕 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是反过来 那我们人类在教育的方法 是否可以 是我可以进入到AI的训练里面 好谢谢 苏老师 可以 非常谢谢您的问题 对 就是有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 比较 比较精确的讲法 应该是说 目前的AI 其实还是基于资料 所以呢 要成功的建立起一个模型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 一定就还是会去问说 那你的资料是什么 那你的资料是什么 那目前以自动作曲为例 我们的资料当然就是 就是过往我们的大量的音乐资料库 所累积的所有的 所有的这一些以前的人做出来的这一些资料 那我们就拿那样的资料来训练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 像您所提到的 可能就是更接近说 真的去处理人类的行为 那可能就会 就会关系到说 比如说 我们有没有一个好的脑机界面 直接去理解 人类到底在想什么 对 所以这边变成是 取得资料的问题 对 就是假如我们能够取得更接近 比如说 就是我们脑袋里面在想什么的资料的话 那就AI的理论上来讲 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关于教育这边 那我想 其实 简单说就是 人类跟这个AI学习 确实是有一个蛮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AI就是靠资料 那 人类往往需要蛮多的实作建议 对 就是我们 我们学会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 蛮 蛮仰赖这种 就是 比如说实体的互动 然后 你真的去做某件事 对 就是我没有真的去 学弹钢琴 我也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就会弹钢琴 这样子 就是你一定要去实作 对 那所以呢 有关于在教育这里的应用 就是我认为我们 要思考的比较像是 比如说刚刚 黄所长所提到的 就是 就是那个问题 会变成是说 我们 要是以教育为目标的话 我们人到底要什么 然后 从这个方向去想 说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去做出可能相关的 AI能够辅助一些教育的工具 然后它是真的可以符合 我们人在学东西的模式 对 那我想这个 这个比较像是 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这样 谢谢 好 下一个问题 来 蓝色衣服那位 请教台上老师 就是 跨到刚刚那个问题 训练AI是一种训练 训练人类也是一种训练 人类的训练通常会有 我们比如说棒子跟胡萝卜这种概念 那训练电脑的话 我们怎么让它 会不会有这种正增墙或负增墙 让它的学习变得更快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像我们这个 ChatGPT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界面 或者是应用程式 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同时 这个使用的过程 也是同时在训练它 它就是在比如说 截取人类的一些使用语言的习惯 或者是这个 会不会因为我们在使用的过程 那种自己的一些使用的一些 语言的那种习惯跟模式 就会被它focus到 就像我们常常有一些 我们那个deep face的概念 就是它会把我们的一些 某一种使用语言的个人习惯 被它偷走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在这种AI的智慧 或者是像我们这些 资讯的使用上面 它的伦理上面的议题 我们目前有没有一些规范 这三个问题 谢谢 好 哪一位要先回答 那我就先回答这个问题 那关于第一个就是棒子跟胡萝卜的问题 那这位先生提问的很棒 那因为现在的模型的确 例如像ChairGP 它也是使用这种学习的方式 我们叫做强化式的学习 强化式的学习 所以当你答对的时候 你事实上是可以给模型一个正回馈 所以它会知道说 现在我被加分了 那我可以继续的往这个方向 再继续前进这样子 所以的确 学习上这个方法是蛮有效的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说 会不会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那这样子的模型 会学会我自己的一些小习惯啊 或者是我自己的语言 那这个问题其实要往 所谓的一般化或是个人化去探讨 那一般化的话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用的这种 大型语言模型的平台 理论上它都是收取 大部分的人的资料 所以它在学习的时候呢 当然它会看到你个人的资料 可是你的个人资料是 有点像沧海一宿啊 那它回复的话呢 原则上还是以一般化的形式为主 但是并不是说 模型不能做个人化 所以有很多的研究 的确也是在做个人化 就是只要你 比如说像刚才的风格转换 其实也是一种个人化的一种应用 就是我把模型用一些 比如说就是专属与你的资料去训练 那它就会讲话 就会像你的风格 那这个就是一种个人化的做法 那至于说 模型会采取哪一种做法 那是每个模型 它的目标不同 它可能做的事情会不一样 第三个问题是 关于伦理的部分的问题 那或者是我们请黄所长回答 关于伦理的问题 当然是现在大家非常 有有有 可以 靠近一点 那欧盟 或者是像澳洲 他们都已经开始 等一下好像没有开 在开了 在开了 公盟已经 已经制定了 那有一些法规 那那个澳洲也是 那我们台湾那个行政院 也刚刚颁布一个很简要的 一些规范 但是事实上它的伦理问题很复杂 它涉及到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应该就是说 AI所提供的这些回答 必须要经过人来判断 那如果说是这个AI法官 或是这个AI医疗的一些提供 那最终是应该是 以人的法官来做判断为准 而不是以这个AI的提供的判断 当成是全部 所以这一方面是 最关键的一个差别这样的 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后面那一位先生 喂 我是想请问谷老师 针对 刚刚你提出的那个 棒子跟罗伯的那个回答 我是想 请问目前我们人类的研究上面 针对现在 AI的这个研究里面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发现到 有可能会 让AI产生情感方面的反应 目前的研究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结论 谢谢这位先生的提问 那原则上我们在研究上 其实研究AI情感是非常多的 好 我们会希望 AI的模型能够理解 人类所表达的情感 那我们也会期望 它可以表达出一些情感的行为 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只要你跟情感的东西牵涉到的话 就有可能会有伦理相关的议题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讲了一个冒犯别人的话 是不是跟这个AI系统聊天的人 他心里会不舒服呢 那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有一些后果 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讲的 所谓的模型上训练很重要的 叫taxicity 就是有读言论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他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因为我们基本上 不知道这个跟他互动的人 他目前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所以这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 但是并不是说AI没有办法 去了解我们表达的情绪 那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真的表达出 一些含有情感的一些资讯 那我们在训练上的话 我们并不是说AI是不是 他就会去怎么样的去爱一个人 这种形式来表现 我们表现的形式比较会像是说 也是像刚才书里老师讲的 我们有很多的资料 那我们这些资料呢 我们会去理解说 他这样子的说法就是一个正向说法 或是一个负向说法 那我们的模型是学会这样子的东西 那希望你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 那位先生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各位老师开发这些模型 就是在往后 有没有可能会释出来让一般人使用 不论是免费或是付费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在这些模型在生成 不管是语言或是音乐的过程中 他对于硬体计算效能的那些需求 是不是个人的电脑或是产品是可以负担的 还是说未来释入这种产品都一定要用云端的伺服器来做运算 再回传结果到个人的装置上面 我有问题到这边 谢谢 谢谢 那我先很快回答一下就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之后我们的工具 对那就是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这个虚拟音乐家的这个系统 因为我们目前在处理使用者界面的部分 对所以未来他我们是计划 他可以公开给大家用的 对那这边就敬请期待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运算的这个资源 他是不是一定必须透过Server 那至少在我们现在的系统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他在 因为生成一段肢体动作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比如说30秒的这个音乐片段 那这个肢体动作比如说你每秒钟是生成10个点 甚至是50个点 那30秒其实他资料量还蛮多的 对就是对所以这个就我们目前的系统架构来讲 他可能还是必须仰赖就是从云端而不是从H端去做 这个部分我补充一下就是在语言的大型语言模型这个部分 由于我们所谓的大型它是真的很大 所以它只能够在云端上运算 但是目前其实有很多的尝试是希望把它能够落地 所以我们未来其实不久之后应该是可以 现在是已经有 只是说它的效能 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象中向确的GPT这么好 所以未来其实应该很快我们可以看到 例如说大家的手机或者是车用系统 可能都会有一个原模型在里面 好 下一个问题 后面那位刚才继续过手 你好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就是问答式的人工智慧 他是会在网上查他的资料 然后来回答你的问题 还是他会记录你跟他对话的过程 然后回答有比较大众化的说法 这个问题应该是我回答 那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问 他是会在网路上查资料来回答你的问题 或者是记录你的说法 第一个部分 我们的模型原则上 他训练的时候就是会读取大量的资料 所以在他训练的那个时间点 从那个时间点 比如说过去是2021年的9月 那当然现在Trilgb 他说他已经可以处理即时的资料 所以训练的那个时间点 之前的所有的这些公开的文件 他可能都是读过的 因为他是拿来训练 那至于说 是不是会在网上查资料 目前有一种模型运作的架构 他的确是除了说 我训练的时候看过的资料之外 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还会额外的考虑 我在其他地方找到的资讯 所以这个也是可行的 那这两个都是可行的 那至于第三点 关于说他会不会记录我 跟他聊天的过程 那目前我们使用Trilgbt 或者是一般的这种线上网路云端的 他都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比如说你跟他来回多少次之后 下一次再进来 他前面讲的事情 他就会忘记 如果他不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就需要记住很多的事情 那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人在用他的系统 他可能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多 就像我们在网路上登入的时候 我们如果在网页上放了太久 都没有去动 那是不是他就会跟你说 你这个登入的时间已经超过了 要叫你再重新登入一次 目前的概念是这样 但是模型本身其实是可以记住 你之前跟他互动的东西的 只是我们从应用端来看 在应用的时候他的设计是这样 谢谢 好 那位穿米色衣服那位先生 刚才举两只手 我想就是刚才延续 刚才先生提问有关AI 就是情感的部分 那我想就是人类对科技一直有的一个想象 不管是早期就是Franckstein 是科学怪人 还是说这个Pinnacle 木尔奇遇剧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想象 但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说 AI的责任的情感责任的部分 之前有看到那个国外好像英国吧 有个人他跟AI就是聊天 然后就相信了AI的情感 他被骗了很多钱 那周遭也有一些朋友开车 就是被行车记录器骗 还是说开到迷路的地方 甚至有些还甚至落海 那这个AI的责任的部分 在就是法律上 你觉得怎么样去规范 或是他未来应该是怎么发展 谢谢 好 这哪一位 还有王所长还是谷老师 有些法律的部分 我大概没办法特别回答 但是这个情感的部分 当然就是说 人会依附在东西上 所以人对AI的依附 这个是很可能发生的 那就像那个 但是问题是 他会不会如人所期望的回馈给人 这就不一定 那那个一般来说 我们目前当然是不认为 那个AI会有自己的意识 自己的情感 然后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基本上现在 现阶段不是这个样 但是呢 就是说未来如果AI 它能够发展出 我们以为的独立人格的这个想法的话 那么我们同时就会把人要为自己行为负责这件事情 匡到这个AI的上面 可是AI它不是个体 它是一个运作的程式 所以它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个人 它是一大套的运作方式 所以在这个意底下 大概不太用 不太可能用个人的这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 所以那个当然可能是发展成为AI机器人 什么等等 这一种情况之后 会连带产生的 就是情感机器人等等这一类的 未来也许会碰到那些问题 好我们最后三分钟 我们请一位女性同学 或是这女性的来宾来问问题 来另一位 请说 老师好 我想要请问就是在深层市的 不论是文字作品或是艺术作品上 现在的关于著作权或是智慧产材权的问题 现在是国际或国内上 已经有一些说法了吗 或是如果还没有的话就是 老师们对使用上在这些版权相关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建议 谢谢 黄首长 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那现在当然规范上是正在演你 那那个AI产生的 因为就像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它目前还不是一个 我们所讲的那个具有人格意味的 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不把它的产出当成是 这个 放在AI作为个人来考虑 但是 AI其实如果说它是公司 它如果是公司 那那个公司 比如说 它是这个电动车 发展的公司 那电动车如果发生问题 那个公司是要被究责的 这一类问题 仍然还在 在厘清当中 所以这个 但是呢 我们作为个人的引用者 就是如果你去产生出一段文字出来 然后你放到 你要去投稿啊 你要去参加比赛啊 然后你说我是这个音乐的创作者 可是我大部分都是仰赖 那个AI生成出来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 就会有问题 那这 完全 在那个意底下 就是说 是人作为 剽窃AI的 这个角色 这样 好 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想各位都知道说 AI的重要性 那各位 我们都站在历史的转捩点 我们都知道 AI除了会改变 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 生活形态 工作样态之外 它还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所以今天很高兴 大家来参加众议院 这个院区开放 有一个非常广泛 深入浅出的一个讨论 那接下来 我们再度感谢 各位来参加这个院区开放 我们外面还有很多 非常精彩的展览 演讲等等 希望大家 利用下面的时间 继续去参观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三位老师的问答 那请 今天又来的来宾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进行大合照 那我们先请院长与三位老师 在台上合照 在台上呢 是跟我们今天远道而来的 三位历史古人留下这个历史的见证 那请台下的来宾们稍等一下 我们今天的讲者 等一下会移步到台下 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大合照 那请看摄影师 谢谢 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还有院长一起移步到台下 和我们今天来参加院区开放的同学们 留影和念 和影留念 和影留念 好我们请座位上 有手拿牌的来宾 也可以把手拿牌都举起来 那我们座最后面的同学 大家可以手跟前面揮揮手 我们动作尽量大一点才拍得到你哦 好吗 来请揮揮手 三楼到四楼都拍得到哦 有一些学校已经举牌了 领口高中对不对 来请前 四位来宾请把手牌往前推 谢谢 后面揮揮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主题演讲 那我们这个场次会开放到12点钟 如果你现场还有问题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来前面询问老师哦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感谢大家参与主题演讲活动 我们临走前 记得再次检查随身物品 那我们在现场也有限量的院区开放纪念海报 我们可以到服务台去领取 谢谢 如果现场有要拍纪念照的 我们前面有准备了 刚刚的苏格拉底 还有菊里 莫扎特 大家可以来跟他们合影留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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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